英文 厩倩 作词 《诞》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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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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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唱片好像是 一定会消失的 音乐就是很眷犹 像我现在三十几岁 我还是会去听到 可能叶倩文啊 林子祥啊 叶韵姨啊 就是那些音樂是永流傳的 只要能夠被感動 那音樂的魔力就會一直在 就算唱片好像會消失 但是對音樂的感動 是一輩子不會消失的 我沒有想到這一趟旅程 我真的是走到腳好痠鐵腿 然後覺得這個巷弄也走得進去 那個巷弄居然還有地方可以看 台北 我就開始在反省了 為什麼我住這邊這麼久都不知道 生活在都市中的人 崇尚一些新的 比如說商業大樓啊 一些購物中心啊 對於猛甲大稻埕這邊 也許會覺得這是老東西啊 這些都是我阿公阿嬤才會去的地方 那是因為我沒有用心去 好好的跟他相處 哇哈哈 希望能再相伴生 我現在呢在台北的大稻辰 這邊有一家店呢它曾經是第一 而現在呢則是唯一 所以最厲害的是呢 在那個沒有網路沒有串聯的時代 它在一個小小舞屏不到的空間裡面 居然引領了很重要的音樂潮流喔 現在就有聽到音樂聲對不對 就是那邊 我剛剛說有音樂我以為是什麼音響放出來了 居然是黑眼角耶 阿美姐 你好 有養大名 有養大名 它店真的就是很小一間 可是你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 各種不同的音樂形式 就是這邊這是卡帶是 CD 喔這是CD 它除了CD之外 還有卡帶 我也有經歷過卡帶的年紀耶 我小時候也有在聽卡帶耶 然後還有這個 喔 這就是黑膠對不對 對 這是文像 我覺得也太小了吧 我知道以前傳統的唱片行都是小小的 像以前我學生時代都會去逛什麼 家家唱片行啊什麼的 但是學生時代的回憶 但它那個唱片行就真的就是一個 轉角的小店鋪 它甚至就是沒有讓你進去轉的空間 它就是一目了然 所以其實你很容易會忽略它的一些細節 其實當我進去之後 我就發現它是一個小小的藏寶庫耶 我看有什麼陳森大哥 我看到祖師爺耶 順哥 然後還有台字圓台歌 中間的是誰 台字圓 喔 楊麗英 麗英姐喔 對 他以前也是唱歌 然後呢在卡帶跟卡帶的中間呢 你會看到很多就是 阿美姐的一些照片跟回憶 這張紅紅紅小竹賀 這麼可愛耶 小竹賀 好年輕喔 可以拿起來看 真的嗎 可以拿嗎 很珍貴耶 不會啊 哇 哇哇哇 鳳飛飛跟阿美姐同框 它為什麼會跟你感覺好像很熟的樣子 因為她媽媽 我比較是吃她媽媽嘛 鳳媽媽跟妳是朋友嗎 鳳媽媽跟我的朋友 好朋友 那這張照片是為什麼會叫兩個人合唱 因為鳳媽媽叫我們去他們家吃飯 喔 去他們家吃飯喔 對 然後那個鳳飛會煮飯 喔 所以要唱這要煮飯 所以她那個時候還沒有開始出來唱歌嗎 有 有 有 喔 已經唱了喔 比較美名 對 有 有 所以她聊起來並沒有特別的興奮說 欸 你看 這是鳳飛飛耶 以前還沒紅的時候喔 我快到家吃飯我還煮飯給我吃 沒有耶 她就是說喔 那就是 她跟鳳媽媽很好 她就是鳳媽媽的女兒 她剛好會唱歌 剛好就紅了 就是一切都很淡定 但是她會覺得那是她人生中很珍貴的一個回憶 因為她如果不會這下廳的段子 這段她會唱 這下廳那一段不會唱 她媽媽會打電話來叫我們唱給她聽 所以你是她的歌唱的老師嗎 不是 可以這麼說吧 不是 我不是 是好朋友而已 不是老師 其實我覺得雖然她的脈絡好像是只有音樂而已 但是因為做音樂的是人 那人她做出音樂她必須要有故事 然後那些故事很多是紀錄的那個年代的一些 真正的風土明晴跟曾經有過的歷史事件 然後無鎮就不知道 對 我知道 黃俊雄 對 我報到魚 對 我報到魚 對 她就來 她就來 她說第一 她們都是叫我第一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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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名字報到魚不可以用台語 不可以用什麼 那時候剛好宋楚瑜 你還 不可以用台語 還沒有出生 報到魚怎麼可能不可以用台語 她說不可以 那明天就在家裡要怎樣 對啊 我問妳就要知道什麼主角 對 她說明天那個 歹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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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跟你講角色是怎樣 角色怎麼樣 我當然知道要怎麼走什麼歌 對啊 第一邊剛好 對 剛好錄的歌都 那以前男生都削弱不好 對 以前沒有人在買男生的唱片 大家都要買美女的 對 對 買美女的 對 我剛好在這邊放 放那一條歌 這個可以 很適合她 適合 適合那個直角 對 明天中午一點 那個直角出來 她就放那一首歌 就紅了 就紅了 所以對我來講阿美姐應該就是 以自己是一個音樂人 為驕傲吧 而不是她認識了哪些大明星而驕傲 阿美姐 走出來看 前面有檳榔攤 上面有酒店 對 然後那邊有銀行 以前那邊就是銀行嗎 蓋那麼高 沒有 沒有以前不是銀行 以前就是第五天還有 第一舞廳 然後呢 第一劇場 劇場 還有紅來口 對 對 我來這電影 就換來小聲 你好聰明喔 這個喇叭 喇叭 喇叭在那邊去耶 你用這麼大的喇叭 撥給那邊的人聽 對 那邊的人 他看完電影 聽到那個原聲 但覺得好喜歡 然後就覺得我怎麼聽到 這邊有聲音 然後就來買唱片了就對了 我們現在就 第一劇場面什麼電影 我們就購入哪一筆 你好聰明喔 當然要聰明啊 不然要賺錢啊 所以會有很多人在這邊排隊 等著要買剛剛放的那個電影了嗎 都排隊了 都排很長那樣子 現在你說已經沒了 沒有啦 變銀行了 那 那你會不會覺得有一點錢 沒有 後來我就坐五天啊 後來就坐五天啊 我就坐地下五天啊 飛姐 你好樂觀喔 嗯 你那麼樂觀 你女兒是不是也很樂觀 差不多 差不多嗎 嗯 那等一下來跟她聊天而已 差不多 好 她是一個 佇立在那裡 很久很久很久的一個觀察者 來來往往的人 可能會駐足看一下 但其實更多的是阿美姐 從這個小小的視窗裡面 看出去的世界 好看 嗨小黎 歡迎 你好 我是小鈴姐 小鈴姐喔 我想說怎麼會有熊貓外甥 妳也太可愛了吧 是我們家的那個產品 因為唱片越來越少了 卡帶已經不夠賣了 所以我弟弟就說 他在隔壁開咖啡店 所以他就想說 想要吃那個 懷念的阿嬤的口味的水餃 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賣水餃 這好好吃喔 你想一想 你看 這個是媽媽經營了 一夾子的上片行 然後這個是阿嬤包的水餃 從小吃到它的味道 所以表示說 其實這個兩間店降臨 都是你們童年的回憶 是啊 我是在這個麻煙街出生的 然後童年就是 在隔壁開咖這樣子跑來跑去 以前對面是戲院 所以如果對面在演 古龍的武俠片 老爸就會帶我去看 然後巷子裡面有國泰戲院 也是戲院 他專門演瓊咬的 老媽就會帶我去看 所以我從小就是看電影都不用錢 我看到那張照片 大概是三四歲 在旁邊 就是家人幫我拍的那個照片 我就想到說以前 我很愛學流行歌 你喜歡唱歌 對 所以只要有新的歌的時候 老爸都會放 因為你放出來就會吸引客人 然後你就會來買 然後我就在旁邊偷一偷地學 然後我學會的時候 老爸就知道說我會這首歌 客人要來買唱片的時候 他就說來小林 來 唱給客人聽 就被放在這個 這個 這個 然後就開口唱給客人聽 你說你就在這邊小舞台 然後就開始登台演出 然後唱給這邊的人聽 然後他們就聽到你的歌聲 就會來這邊買唱片 對啊 他們就覺得 哇 怎麼這麼小的小孩子 會唱流行歌 他們就覺得好神奇啊 那 那我現在還有機會就是 感受一下小林姐的天帶嗎 沒有 可以嗎 因為那麼小就會唱 應該是遮嚎訓練了 非常多年 那我現在來唱那個 《黃昏的故鄉》好了 好啊 真的 那你有沒有什麼 你的位置 就是你要站哪裡唱歌 特別有感覺 還好啦 真的嗎 那 因為小時候是坐在這邊 現在不能坐 這一坐可能會垮台 好 那我來 我來 你幫我打拍子好了 滑一下吹下去 好可愛喔 救救我 救救我 憤憤的故鄉故鄉 是在救我 救我 其樂 還沒讀書 然後一直到當了學生 下課就是到店裡來幫忙 都沒有去接觸外面的世界啊 都大了 來個遺鄉 世界那麼大 我就很想要去外面看看 還有什麼 其他的 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接觸 流浪的人 沒出的故鄉 台灣繞了一圈之後 有年紀之後 再回來 跟小時候 一直想要飛出去的那種 那種心情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現在在這邊工作 就覺得 感覺上比較安定 會聽到 喔 親笑的叫 我會 謝謝 那就是小時候的那種光景 那就是他的童年 這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個 人生的回憶吧 真的是個 藏寶褲欸 保險一個厲害的事情 我也有出黑膠欸 這張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我連夜趕出來的 我的孩子被看到了呢 我昨天聽 真的每一首歌都很好聽 你要不要聽聽看 你說 我的黑膠唱片 我的唱片 你的聲音啊 真的嗎 對啊 我把它變出來給你聽 啊 你真的有聽欸 好聽啊 這首歌詞寫得很好欸 可以聽啊 在講飄泊的遊戲 對對對 好感動喔 我盡我所能的 把最好的留下來 哦 謝謝 謝謝 這個是可能我們就是 對這個台灣音樂的一種 小小的堅持與貢獻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 像這樣子的唱片好像 它就真的是從 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大家都是聽網路的單選 你們會有什麼感覺 最美好的都放在心裡 我們這三間店面都是租的 都是租的 我們已經跟他們租五十年了 因為隔壁那個很小的店面 是我們的PG處 起家都是在那邊買 其實你剛剛如果注意看的話 那上面有個小閣樓 小閣樓就是 我爸爸媽媽長年 因為下班都很晚了 我們曾經開到半夜四點 那我爸媽就是 收了電就睡在樓上 這樣子吧 你會長大 對 所以爸媽捨不得那個小店不見 所以我們就是還是繼續 想辦法存活下來 Maybe 那個房東他可能要度更 那我們是不是在別的地方 另起如造 或者是想別的idea 再繼續生存 我想這個是我這輩子 應該要繼續 努力思考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唱片 它就是一個載體 它承載了那些實體的音樂作品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才是更重要的一個 承載這些記憶的東西 只要能夠被感動 那音樂的魔力就會一直在 那這個東西就是不會消失的 我今天呢 約了一個朋友 他是從事廣告業的 而且呢他舉辦過一個展覽 叫做萬華世界展覽 他對於萬華這邊店家 有很深的觀察 也寫了很多的故事喔 所以今天呢我要請他 好好地帶我來認識一下 老台北 哈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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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走就在拍照 對 怎麼那麼認真啊 這個市場叫做東山水市場 以前總督府附近不是會有 很多日本人居住嗎 對 那靠近西門町這邊 其實也有一區是日本人的居住區 那有一些貴族啊 然後有一些太太啊 他們除了去紅樓那邊買菜以外 也會來這一代店買菜 對 他等於是在那個 日子時期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留下來的一個市場 是 對 我們來到一間水餃店 我五十歲就跟著媽媽來這邊逛 其實我們原本這個市場 快沒落 從以前沒有天堡 以前是沒有 以前沒有這個遮雨 對 以前地也 也沒有像這樣子有專地 到現在也有專地 這反映鄉就是說 傳統市場都是老人家在走 那後來有就是正道 跟其他年輕人 把我們的那個市場的 人建築的提升 年輕人應該要常去走的 因為他可以看到一些長輩們 他們很努力的 在那裡可能二三十年 然後把孩子養大的那種堅韌 新富市場唯一的花店 那是老闆嗎 是 哇 這棟花花草草的男人 看起來特別有氣質耶 是 點花的草 點花的草 有沒有點花草草 有沒有女朋友 是老闆娘嗎 老闆娘你好 你好 老闆娘 老闆說他都在年花草草 沒關係這個花草草 真的嗎 這叫老真子 好可愛喔 四十幾年都還沒變心 真的喔 明年七十歲 明年七十了 泡沒出來 我才十三歲做 我嫁給他跟他寫 對 寫到現在做 也說阿嬤 所以是老闆先開始賣花耶 沒有 先是去幫人家做 幫人家做 幫人家做 整理 從基本花 整理花 安花 哇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他說有一張照片 是要來這邊送給你們 所以要唱 登登登 哇 哇 好漂亮喔 謝謝 謝謝 好幸福喔 謝謝 謝謝 這簡直就是 文花造的感覺 我以後也要嫁給花店老闆 他太可愛了 13歲開始賣花 賣到現在要70歲了 他就是一個 我就愛這個東西就是愛一輩子 然後我愛我這個老婆就是愛一輩子 就是有一種很質樸的 很質樸的愛 所以他們兩個只要一站在一起 其實就是一幅畫 希望能再相伴30歲 那個畫面我會記很久很久 網路上面有多黑的一個 先不然穿著市場 穿著市場 像現在的意見 所以就比較少不高興 但是我們那個房子沒有 對 那還是另外一支 我們現在在練習 你們也會自己在那邊按網路接訂單 在寫寫就是要寫 而且可以寫 我兩個兒子兩個寫寫 就是很棒的 做這一個 老闆早晚這個真的會不見 所以 進來來來來 對 好棒喔 對 人生70才開始 對 老闆還是個嬰兒 還是很有活力的 對 不可以 不可以 對 只有你們這年輕人 靠近來來支持我們 我們也要去學習 繼續加油 對 我們來照相 好 來 看哪一台 這邊嗎 好喔 我們比個愛心好了 一二三 耶 也許啦 就像老闆跟老闆娘很接受的 可能市場會消失的 可能我們的店以後也不在了 但是那張照片它永遠會在 然後我會 永遠都因為這樣子會記得 曾經遇到一段可愛的老夫妻 他們經營了一個可愛的花店 然後在那個已經消失的市場裡 好 你今天要找阿吉利 什麼啦 每天你會出去聽嗎 出去聽 我想要帶你去 這間百年的祈賀 百年的祈賀 我實在一個很厲害的人 是那個祈賀生神的 花巳 很療癮嗎 是 所有來這裡的人都一定要做看看 很舒服耶 48702 五番 台北市五番的第二號碼 現在是八番嘛 那是五番 那是一九五三 只要一百二 六番 Garby 四番老院 你陪我騙講誰就是咖啪湯 有可能是什麼 欸老闆敢吃 老闆иться 那老闆 老闆館 要去尖離我 等一下 看一下 很熱鬧的 你不是跟我講 我來看牙醫 我是一個要百年的牙醫師 對啊 牙要百年 牙要一百歲 我的好朋友 江吉隆 吉隆喔 家啦 家啦 家要一百年 但吉隆哥 他說是牙科 我剛剛上來看這些東西 看久真的是以前 我在小時候會看到的 牙醫診所的戲劇 你講我多久去的時間 有啊 有啊 我也不年輕 可是 這個是齒膜嘛 就是以前在做那些 做水器的 可是看起來有花了 這應該用很久了 這就是用那個酒股 酒股半半的 讓你水器加一個 拿到你的水器 這是其實是我們阿公的 你認識的 是我們阿公是氣劇的 你是不是 阿公喔 對 是阿公 那個意思是說 阿公很久很久 進行就是牙醫師 嗯 讓你用 你看那個 航班上的那個塑膜 你用那個是什麼意思 48702 嗯 統一編號 48702只有五個號碼 五番 五番的 台北市五番的電話給我買 這麼久之前喔 對 現在是八番嘛 那是五番 那是1953 它的擺設裝置 它不是一間醫院 我以為它是個博物館 好 後來月療之後 我發現 它不是只是東西擺在那裡 它連氣味都還流著 妳有品到這個味道嗎 藥水味 齒滯水 湯油圓的味道 聽她說 現在已經沒有人用這個了 如果是古早的 那個吹起聽 在摸的油會有 這是小時候 我聞到會害怕的味道 但是這是我對我們阿公所有的記者 因為它整個辛苦都這個味 它手幫你摸 幫你黏都是這個味 都是這個味 對 所以它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我還有一天 我還會忘記到這個味 如果品到這個味 我就會想到我們阿公 我就是希望阿公一直在這裡 是他去想念他的阿公 然後想要把阿公當年的一些故事 曾經在這邊移動的 走動的時光 保存下來的一個密室 所以我本身是造燈光的設計 喔 原來你是燈光設計師 對 對 對 可是你看你把很多漂亮的燈 放在你說這是快要百年的老房子裡面 對不對 那有哪些東西是原來留著的 有哪些東西是燈光設計師 重新給他設計感的 可以帶我洗洗的 track 我們一起看看 你來這裡看這裡是怎樣 欸 可愛耶 這是什麼 這是診療椅嗎 診療椅 你要體驗看看 所有來這裡的人都一定要體驗看看 很舒服耶 它那個坐墊啊 是有彈性的 不是那種一直唏糕的那一塊 不是 阿公以前就是用這張椅子 在幫大家看證 你看我這裡 就是你看這塊 就是五零年代 1950年代 這是漱口水的地方對不對 可是它在漱口水的地方 裝了一顆燈 所以當我看到那個 就是以前看牙醫那個 吐漱口水的那個小小的 那叫什麼漱口盆 放了它自己裝自己的燈 進去的那個裝置 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它就是跟阿公 精神的一個結合了 然後他坐在那個地方 那張診療椅上 其實就可以感受到 阿公其實一直在他身邊 然後他也做到了 他心目中想要成為的那個樣子吧 你是什麼形式的燈光師啊 我以前是給電影和鏡鏡 電影喔 就是 我是拍電影和鏡鏡 阿去雲門 雲門 雲門 你是說那個 對 但是我不是雲門 我是去雲門做技術的 真正是因為去 要去表演 有這麼多出國的機會 對 阿你出國可以看到 更大的世界 阿你去哪裡過了 我在巴雷 巴雷 巴雷喔 巴雷我去 都要一年 祝孫嘛 我就站在那裡 有一個工作室我大 還可以在那裡想我 去看這個世界 對 所以巴雷 你看我這裡也放巴雷 好 喔喔喔 你是怕不會記的 對啊 應該是不會記的 我不管跑到哪裡去喔 就是 你很容易 不自覺的 會跟大道成做比較 你待紐約的時候 你到 你可能在布魯克林區 或者是在哪裡 你就會覺得 欸 這間我們大中 經常參想 大道成是我的家鄉 他曾經很破敗 很蕭條 很髒亂 很 我也曾經很討厭他過 他就是你的出身 他就是你的 故鄉 他有一種 走不開的連結 他其實很穿越時空 只有在這裡會發生那種 就是大家世代以來 都做一樣的事情 你跟阿公的感情一定很好 有特別的感情 有特別的感情 像那種特別的感情 因為其實 你看我世代嘛 他世代 其實他是 我們說 外孫嘛 他們世代的 大家都很感情 很厲害 大家都高齊一百分 都是醫生啊 做老師啊 對 都是那種 頭名的那種 我不是 我就每天都 做頭這麼多 高齊都高不 太多也太多 對 因為整天 電話腳來家的都要找我 找你做什麼 做一算啊 喔 就是人緣很好耶 對啊 腳踏得很浪漫的那種 對對對 說完事太直了 不會不會 那是標準 就有 人緣跟阿公說 你們這小時候 可能阿拜 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阿公 就跟他一句說 對 沒關係啊 你外交好 外交耶 阿公用外交來講 他以前說 人緣好 都說外交好 你說外交好 阿拜 每天都輕鬆就好了 哇 阿公說 哇 這四人可能 就要對這句話 我覺得我這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幫阿公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把他所有的東西都留下來 然後讓大家可以繼續看到他的故事 阿公是2005年回去 20013年的時候 我回來 他去拿手勢 打開這個模型 那晚我就勉強 我們阿公 真是喔 嗯 真久了耶 八年都沒來過 啊 頭一回來 那天 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阿公就有來 阿公 你說什麼 他說叫我來喝 來喝喔 他拿這種蜜蜜 說叫我來喝 對我一直笑 啊 我意思是說 嗯 應該是說可以吧 他退休之後 就是 都是我陪他喝小酒 哇 意思應該是說 好啦 好啦 就叫你的意思啦 我是自己這樣改動 對 就喝啦 也沒說什麼很特別的交代 你沒說 就笑笑的說來來來來喝 對啊 我還特別留了一個位置給他 就希望他可以看著我們 在這邊工作 可是他在天上 也許也會覺得喔 沒力氣沒力氣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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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阿公好像聖誕老人喔 對啊 他很愛紅色 好可愛喔 其實那時候 其實我叫他 叫他帶我們去大中間小 嗯 他都四個一直說 喔 我要做電影明星啊 嗯 好可愛喔 啊 啊這個是現在 那個屈臣四大藥房 他那時候灰燒廚 喔 嗯 啊 其實也是因為 他灰燒廚我才開始怕說 你如果不開始氣 都會不去 對 有一些東西開始不去 重點 但其實是要說 在我街的保存啊 喔 不是阿公耶 對啊 他只是用阿公當作一個 引路人啊 對啊 帶路人啊 帶我們去 去看 你都從哪裡去啊 啊 我覺得有點 厚合 為什麼沒有偷拍一見阿公 他可能阿公的畫面 也太少了吧 對 比如說你就是為了 要做一個作業 所以他是要記錄就是 那個街道的一些演變 然後請阿公當一個引路人 在當時他可能沒有想過 那是阿公他 可以 留存到現在 對他來講 一個很重要的力量的一個影片 但就是這樣子 沒有辦法 非常完美的 紀錄起阿公 在他記憶中的樣子 但是卻有一些片段 可以讓他好好的去懷念 所以 也許人生中沒有什麼 你一定預設好這件事情 你做了之後 未來會帶給你什麼樣子的收穫 或者是啟發 但是當下你就是做了就是 盡全力的去做 然後 這些東西可能過了幾年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 你覺得好像更有價值的東西 1997年 1997年 快到30 快到30年前的影片 門還是這一扇門 這個就很可愛 所以你看那個時候 就是 你還對未來未知 然後 拍了這一部片 到現在 你已經過了那麼久 努力了這麼多年 然後 等於算一手 把阿公留下來的這些故事 跟這一家診所 就是重新的把它撐起來的感覺 那個心情 現在有一種 覺得自己好棒棒 還有成就感 還是 還有什麼 會讓你覺得 有一點遺憾的地方嗎 我倒沒有任何遺憾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對得起阿公 我希望我對得起他 就只有這個 我希望他會覺得 喔 不錯 所以你看阿公現在 這麼大的螢幕在看著窗外 嗯 如果阿公現在就 反正阿公一直都在這邊嘛 你會最想要跟他說什麼話 我會跟阿公講說 我不要再喝 不要再喝 阿公可以安心 我希望他可以安心 就是這個家或者是 這些事情 我應該都可以撐住 因為你大汗 對 因為我大汗 可以補他這麼快 這個就是猴板的裏片 就是這樣子 喔 牽板 這是我固定的牽板裏片 來 牙子要牽板 好 輕輕的 輕輕的 壓上去 很簡單耶 對 我很少一次就成功的事情 對 很厲害的印章店 對 你是說 手工科長喔 手工科的印章 欸他用一根超細的針 然後他要對 對準那個邊邊 也不能歪掉耶 不能歪掉耶 老闆 你在這裏做這裏做多久了 我做40幾年了 40幾年了喔 以前那個行李已經是 很高很好很好 不再不一樣的 而且 以前的都 皺聲音 對 現在品質不好 就沒鋪了 沒落了一些 對 籤字 籤板用的 喔 籤板 這個固定的籤板 以前的品質就是這樣子 喔 直接印上去就好了耶 直接印上去耶 這個就是猴板的名片 就是這樣子 這個要再切念一下 好 我知道了 反的喔 對 喔 好 我覺得字小我就算了 他還是給我反 好難喔 我光找那個字 就要轉半天 我都不知道這樣印的 是不是對的 我也是第一次去感受 原來刻一刻印章 做一張名片 其實在以前沒有機器的年代 他都是要純手工 我沒有用過這台耶 好酷喔 在旁邊 這樣子是不是 對 這樣有對齊嗎 有 旁邊這樣 好 老闆娘來喔 來喔 老闆娘來喔 你看我表演 不對的就趕快阻止我 來 壓下去 好 輕輕的 輕輕的喔 壓下去 有沒有 很簡單耶 對 我很少一次就成功的事情 對 我覺得那個印章店 就是走過路過就是會錯過 我們可能會找一些很潮流的店 但是為什麼我們沒有想過要去找 以前可能非常風光 而且對這裡的各種的 不管是行業啊 環境啊 或者是周遭的人 有很大的貢獻 跟互動 跟關聯性的那些店 我就開始在反省了 為什麼我住這邊這麼久都不知道 對 對 那現在很貴啦 現在幾塊錢 那你看到現在用電腦 就可以做出來這麼多印章 然後品質可能撐吃不齊的時候 你敢不敢得到 這桌這樣 啊 不理量你知道嗎 嗯 我們這就做的是隨便 可以了我們就給它做 不可以了就好 你再找費錢 就這麼隨便 對啊 對啊 現在這個東西都沒落了啦 啊你們就 你們都老了 隨便 可以了就做 沒有了 做到不能做就收了 我覺得很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 因為老闆娘其實 她 年紀不小 她還可以這麼精準的用手刻 然後來刻那些 我細到我眼睛都快要 畫湯的那一些很精緻的圖案 但是她又不會去硬性的去看清其他 現在可能很快速的就可以刻印章啊 電腦刻啊 她沒有看清人家喔 她只是說這就是時代 大家需要比較快速的 那就讓消費者自己選擇啊 但你如果願意留下一顆充滿 靈魂有溫度的一個手刻印章的人 有緣你再來找我 對 這裡呢 是萬華的青草巷 喔難怪走過來很多都在賣青草茶啊 什麼的 因為這邊呢 其實是早期嘛 一埔 二路 三蒙甲 所以 萬華是一個老的地方 以前 就會說這邊是救命街 你想想看 剛來的羅漢咖 她不一定那麼有錢 去買到 去看看看醫 對 去看醫生中醫 對 所以他們在這裡呢 找到很多的中藥 然後 不是中藥 草藥 草藥 然後平時沒事就做好保健 保養的動作 青草巷 像它對我來說 它其實是我看到第一個會不見的產業 如果我不是在地的勞動者的話 或是在地的阿伯的話 我不會去買苦茶 它的危機不只是電租跟市場 它的危機還來自於像是藥品跟食藥署的管制 當他們有一樣青草被列為中藥的時候 青草巷的青草店家就不能買 站到這裡看起來又比青草巷 還要再更青草巷一點你知道嗎 你現在來到的也是一個青草森林 對啊 因為這附近的東西都是草啊 然後都離我很近 然後就是這樣窄窄的 沒錯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呢 就是黃翠玉女士 最舒服的青草巷的小角落 你好 我們現在195 7080那個年代的時候 其實這邊有很多的角落 時光把這條街區都留在這邊了 他們也許再重新改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地形地貌 可能漢地拔從就變成14樓高 那那些小小的生活感 其實就會不見 很苦嗎 不一樣的 好啦你給我試試看好了 好特別我第一次喝耶 喔 很苦耶 哇 這個是什麼味道啊 它只有蒲公英茶嗎 沒有它是蒲公英茶嗎 沒有它是蒲公英茶 蒲公英裡面哪有效果哪有那麼好 那你有算過你喝過哪幾家的嗎 那個時候為了做展覽的時候 其實你會想要知道這邊的苦味的分布 嗯 天順萬安 德安 聲援 安安 吉那仙 洪順 大概 這邊的青草茶其實 苦茶我都喝過 嗯 你真的是如數家珍耶 但是你看我可以理解啦 你為了要做展覽 你必須要去了解地方的很多故事 然後你可能真的要去走訪 然後認識一些像姊姊啊 這樣子的好朋友 但是一般人並不會神龍藏百草的 就是什麼都要吃過 什麼都要喝過 什麼都要去買過 然後深入他們的生活 你為什麼會想要做這麼徹底呢 大部分的人在用田調的時候 就是跑去問老闆說 老闆我可以問一下你幾個問題嗎 對 老闆我可以問一下你們的 什麼時候開 你們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對 這件事情 我 自己會覺得不夠走心 那像是我就覺得黃車禮女士 我就會跟她覺得說 啊 我很喜歡她 那你喜歡她嗎 我喜歡啊 兩三年以來 其實是他們 給了我很多的 生命的養分 他們給了我很多的知識 他們讓我變得 比較理解台灣 當你從那一條巷子 龍藏市那個巷子 走進來的時候 你第一眼看到的是 黃翠玉女士 就坐鎮在這裡 她在那邊 她可能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那個微風徐徐地吹來 然後兩邊的青草搖擺 然後會吹來那個青草味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啊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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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帶我走到了一個 很小的巷子 然後兩旁邊感覺都是 已經滿有年紀的一些房子 超有年紀的 沒有 這個地方 你看它的門喔 就是下面都已經破了呢 然後它的那個牆壁斑駁 感覺也沒有特別在裝修 那是在1970、80 那個年代的時候 其實這邊有很多的角度 雖然是有一點點 可以說有點殘破 可是它看起來又似乎有一點藝術感 好 這一切都好珍貴 然後跟我以前認識的台北市不一樣 然後開始走進這裡面的時候 我覺得 時光把這條街區都留在這邊了 之前我們也帶過外國人 經過這樣子的小巷子 他們就覺得 哇 這個不是101 這個不是故宮 不是那些景點 但是他們走進來的時候 他們起雞皮疙瘩 他們會覺得說這個 台北居然有這樣子珍貴的地方 這些場域 屋主都不想要再繼續待下去 然後就放了它 讓它後去 走去 暖去 然後建商再繼續下來 然後開始就把它直接 產瓶幹掉 你說都根是嗎 所謂的都根就是這麼一回事 他們也許再重新蓋 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地形地貌 可能漢地拔蟲 就變成14樓高 16樓高 高樓大廈就進駐這裡 然後就把我們這些 有味道 有文化 有故事的建築 給成為了回憶 對 那些小小的生活感 其實就會不見 我可以理解一件事情是 消失是必然 在消失以前 我們可不可以 再把這些人留下 或是把這些人的故事 把這些人的生活 繼續留下 真的消失是這些精神 不再往下傳下去的時候 它就是消失了 可能多年之後 我們還可以繼續聚在這一面 漂亮的王美牆前面 然後聊一聊 我們今天聊過的這些故事 沒可能 好坦然地接受消失了 沒可能 但沒關係啊 只要我們記得 我們把故事繼續說下去 那看了我們這節目的人 或者是分享了我們這些故事的人 他們都是把記憶傳承下去 很重要的一份子 那就不會想死 OK 這樣 謝謝 謝謝 鼓勵我 來 本節目由台灣異形獎萬名贊助播出